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看懸疑乖探 今天我身邊有MagMag師傅 珍不珍 師傅 嗨 哈囉 每次見到MagMag 你上來和我們分享 都有關於新心靈的 不同的療法或不同範疇的東西 一說起新心靈 其實我今天想和你一起談這個話題 你之前和我談過 原來很多朋友都很有興趣 就是一件事叫靈氣療法 我想了解一下 靈氣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都接觸很多 但如果從你們的身心靈角度來說 你們如何去界定靈氣這件事 其實它本身宇宙所有東西 都是一種的Energy 和中式去說氣功其實是有一種相連的 我會理解 很多時候剛開始去學靈氣的話 我會發現有些同學會分開兩派 第一派可能會先學塔羅牌 然後學一下就突然間就 很想去學一下靈氣 然後就會去學很多時 現在很多人都會接觸到的 Reiki 日本的寇井靈氣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靈氣 究竟靈氣是甚麼呢 我們可以理解 其實它是一種宇宙的能量 其實靈氣的靈字 寫法大家知道是乳字邊 下面是三個口 下面是一個毛字 為甚麼是乳字邊呢 其實是說乳水是一個循環 大家從小時候上科學課都知道 乳水是怎樣形成的 下雨後就落到地上 然後升氣上去 你便會發現 其實萬物的所有東西 都好像是一個循環 然後中間就是 我們有三個口字 好像代表著我們人類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毛字 亦是說天地人的關係 所以其實靈氣在我們的生命裏 其實是無處不在 亦只不過是我們未必很實際的看到 但其實感覺是大家都會感覺到 靈氣有很多的門派 例如剛才說的 球井 球井裏面亦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出來 後來可能有直傳靈氣 接著有西藏 接著有卡洛娜 接著不說靈氣 去過第二派可能有人聽過 就是埃及靈氣 天使的靈氣 還有甚麼 最近有很多龍的靈氣 最近有很多龍的靈氣 接著還有屈禁香熱情靈氣 剛才中國來說 我們都說氣功都是靈氣的一種 如果是歸類來說 所以如果是這麼雲雲不同 你剛才提及過這麼多種類的話 如果是一個初學者入門 有否說你們推薦他們向哪一個方向 或是哪一個流派去參與 嗯…哪一個流派 其實呢… 或是說feel 那個朋友仔 他喜歡或是感覺到 哪一個強一點 或者去學那樣東西 我覺得所有東西去到最後 去到基本 去到根本 其實是來自於源頭的 只不過好像一棵樹一樣 它有很多不同的分支 不同派別的靈氣 其實都是它下來之後 可能有不同的神靈 或者不同的高靈 不同的能量 可能有些人會連結著其他星球 所以他們的能量會相對地有些不同 但其實每一個人 他自己都有一些偏向 可能他看著我 例如他覺得 或是多數我所認識 可能學Reiki的人 可能身邊一些朋友 他曾經有一些痛症 身體上有痛症 通過這個靈氣的療法 幫到他 可能會對這件事有興趣 甚至乎有些人對埃及的文明 他會很有興趣 他就會 Friend or Friend 突然間就會去到那裏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是 真的在美美中有一種安排的 你剛才提過 可能有一些學塔羅牌的朋友 都會找你去諮詢 想學靈氣的東西 我實在想問 我看到市面上 或者坊間上 很多喜歡新心靈的朋友 他們不只學一種東西 其實同一時間 或者不同階段 學不同的東西 其實在你們的範疇來說 這件事是沒有衝突的 沒有甚麼所謂的 只要他可以有這樣的心去學 就可以去學 我自己覺得是 因為你會發現 學不同的東西 身心裡好像有一個很大的一個category 你會不斷去拿不同的資料庫 去建立我們好像類似一個資料庫 給自己去理解 究竟靈性對於你的意義是甚麼 所以你會學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嘗試 有些人可能是覺得 我在解讀方面想去鑽研的 有些可能是比較喜歡 有些系統性一點的 有些可能我喜歡是直覺地 有些能量的 你會發覺是 看回你的性格 但我自己就覺得 通常有些同學生 如果不太喜歡說話的話 就會是喜歡用靈氣的 因為你傳靈氣的時候 你不需要問太多的問題 你只需要做一個見證 做一個能量的管道 然後就會傳出能量 這樣就完了 然後就問一下完了之後 你有甚麼感覺 這樣就OK 反而在解讀的路上 你就會不停好像開卡式一樣 還會問 看到甚麼 對於你來說 你有甚麼感覺 各樣東西 你的前世又如何 學習甚麼課題 甚麼業力 如果有些同學生 本身不太喜歡說話 或者是比較內斂一點的話 可能他們會選擇不同 如果是一些 你剛才提到 比較內斂的人 去學會不會 又比較容易得心應手 因為可能他專注度會高一點 因為你剛才提到 好像之前你同學說 開卡式一樣 可能因為不停地 要跟朋友一起交流 跟客戶不停地交流 但這個靈氣相對來說 交流的層面比較少一點 相比之下 如果那個同學學靈氣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是內斂的 或者他專注一點的 學的時候是否會比較容易 反而我覺得重點是在於 他想不想了解自己的身體 能量的流動是甚麼一回事 通常會對於身體接收信息的敏感度 會比較高一點 可能他未必解釋到甚麼感覺 有些人做靈氣時會有很多畫面 但有些純粹只是感覺到 熱、冷、急急、吸能量 其實這些已經是訊息的一種 其實也不關他內不內斂的事 不過是這個比較 如果你那一陣子不太想說話 可以沉默一點進行 對 沉默一點 可能我前一陣子已經說話 說得太多了 我想靜靜地幫別人曉 或者是你希望自己可以 其實最重要是你學了靈氣 你可以幫自己做療癒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用得多的話 你的身體也會強壯很多 你會強化到自己的能量體 你不容易受到一些病菌入侵 我想請教你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身心靈內有很多種不同的療法 我們知道 例如我們用香薰療法 就是一些味覺上的刺激 如果你說縱撥的 可能就是一些聲音上面的東西 那靈氣這件事 我們怎樣去界定 因為真是一個 基本上大家常用 是看不到靈氣與靈氣之間的 散發或者接收 我們怎樣去界定這件事 或者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那麼多種不同的自然療法裏面 靈氣會不會相對來說 是比較大家是爛觸摸一點呢 哦 是真的比較飄渺一點 不是很理解法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 例如樹了才注意 你先把手放出來 又可以感受 這次我怎樣放呢 沒有 你就這樣把手放在這個位置 好 明顯地我覺得你感覺到我應該是 冷 氣血不足 不是手腳冰冷 還好 冷的大 那你先放鬆 其實我們身體的氣場 是不停都有一層氣包著在這裡 其實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能量管道散步在身上 即是穴位 其實中間這個位置都有一個能量的位置 因為我們的手經常都用不到 先把眼睛放鬆 我現在放一些靈氣在這裡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有一點暖的感覺 有一點暖氣 但又未至於吹風機吹下去的那種 那麼誇張 好像是散 即是你慢慢將手接近一個暖爐的感覺 當然也未必是那麼熱 是很輕微 在一個暖爐的很外圍的感覺 嗯 OK 你的身體的感覺其實都挺好的 可能加上我們室室比較冷的冷氣 所以一有一些熱的東西 我會感覺到比較明顯一點 嗯 我會感覺到 是呀 挺好的 你也感覺到 你也感覺到 我也感覺到 但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人感覺不到 會不會有人感覺不到 真的有 那是代表 如果同學生來 那他感覺不到 是代表他體質的問題 還是他有什麼管道阻止 還是怎樣 嗯 都問一個好問題 有幾個原因 如果是一個 精神上 他可能比較偏向於 用一種邏輯思維 習慣了 而導致他不太能夠 用一個感覺去理解自己的身體 所以當他去看著自己的手 其實他都是 用一種理性思維去理解的時候 他只會 一定要依賴著 一些物質上的東西 你所看到的時候 他才認為是 是有這件事發生 看不到就不是了 他會有一種潛移式 而導致他去感受的時候 他會覺得 真的感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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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如果你這樣說 我們叫做理工男 經常說 讀理科的朋友 他的邏輯思維是比較強的 一般來說 會不會是那些朋友 如果上來真的感受不到這件事 如果你們怎樣幫他 其實很有趣 來得上課的人 其實他已經準備好 他有這個覺悟 想去了解自己這一面 或者想去平衡自己的左右路 基本上如果他是一個很理性 而他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好像你所說的理工男 其實我覺得他連這個影片都不會看 對 我也覺得有時候是一些 channeling的事情 對 你是甚麼能量吸引甚麼人 對 對 所以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能量是會互相吸引的 對 但我想問回剛才 因為師傅跟我做的時候 手心 我發覺那個特別 是手心這個位置 是最強 即是感覺到最強的感覺 是對的吧 對 因為我們的掌心這個位置 我們叫Grace Point 這個位置 有很多 這裡的神經是比較敏感的 所以當我們有一些氣 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 你的感受會比較強烈一點 當然 其實除了我們手板之外 我們的腳板也是一樣 但那句不太方便掌握 是 有些衛生的狀況 不會 大致上就是這樣 下一集會 真的會掌握一次 怎樣用一個靈氣去療癒一個人 是 好啊 我都發覺我應該都要清空一下自己的內在野 還有有些什麼頸緊肥痛 睡眠不足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又可以幫幫忙呢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留意我們下一集 我會繼續找到 什麼什麼師傅 真不真師傅上來 和我親自又再自肥我自己一次 做展示給大家看 大家記得留意 林鄒時候 記得提一提各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 我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我們下集見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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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